今天来分享我家很喜欢的粉蒸肉 不管是蒸排骨还是五花肉都非常的好吃 我们先来做米粉 糯米和大米的比例是1比1 也可以是2比1 把米掏洗一下 沥干水分 倒在铁锅里 加点大料 我加了花椒和八角香叶一起翻炒 小火慢慢翻炒至米变成金黄色就可以 倒在破壁机里 打成细腻的米粉 稍微有点颗粒感会更好 这个米粉你们可以一次多做一点 密封保存 吃的时候拿出来直接就可以用 再来准备排骨或者是五花肉 把排骨冷水浸泡两个小时以上 这样把水水泡出来 捞出来把水分沥干 再来腌肉 肉里加入姜丝 白胡椒粉 生抽 老抽 盐 蚝油 再来一道两勺这个料汁 最后再来一勺玉米淀粉 拌均匀密封 腌制一个晚上 再把我们之前做好的米粉倒出来 分次少量的加点清水进去 最后米粉是这样 松开就会散掉 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再把拌好的米粉倒在肉里面 肉均匀地裹上一层米粉就可以 均匀地码在盘子里 开水上锅震 大约蒸50分钟以上 出锅撒点葱花就可以了 这样蒸出来的粉蒸肉非常的香 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做五花肉 也可以把肉片裹好米粉 放在保鲜袋里 密封冷冻保存 吃的时候蒸一蒸 非常的方便 五花肉肥瘦相间 口感会更好 喜欢吃蒸菜的可以在家试试 最后要来看